- 嬉雅精的聲音 - 嬉雅精的聲音 - 我覺得大家都會有不想練琴的時候 - 大家都是會有惰性 - 如果時間還允許的話 - 或許我真的也會給自己放連架 - 不想練就不要練 - 不要練 - 終於剪掉了 - 我常常都會覺得 - 你們腦筋會有音樂出來嗎 - 那你這個 那個過程其實你就可以去思考很多的事情 練琴不是只有坐在高音前面 發出聲音才叫練琴 其實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練琴 即便是你心情不好 你還是可以把音找出來 然後把它彈對 把它背起來 這就已經非常花時間了 所以對我來說並不存在這個 心情不好不練琴這件事情 而是我都是時間不夠 然後要練的東西太多 踢踏舞 蛤 踢踏舞啊 老師沒有說 踢踏踏 踢踏就是說 因為我們整個腿它有一種連動 從腳踏到膝蓋到寬部 這個連動如果能夠夠鬆夠有彈性的話 就踢踏的起來 我說我一直很喜歡踢踏還有爵士樂的 因為他們有一些共同的這種feel 這種group 我被隔離的時候我請坐生就是 幫我買了 買了 買了一點 然後在那兩個禮拜隔離我可以練琴 因為它基本上根本沒有劍法 要非常用力 所以我的鏡頭就是像打擊樂這樣看 我有問學生說 為什麼你說腰三 因為他們處在這邊的人都怪怪的 得天獨厚的環境 真的真的 然後看到這個 我們的這些校牛 還有各式各樣裝景藝術 然後看到很多 除了學生以外的 這些觀光課 其實自己也覺得會比較開心 感覺好像自己在度假的地方上 這些老師都是在藝術上 有一番作為的人 所以他們非常知道我們需要投入什麼 這些事情需要旁邊多少資源的協助 把你推到一個你想要去的地方 因為事實上來這邊 什麼優異的人都有 然後有各式各樣的 有人說怪他嗎 或者是說各種很有創造力的人 或者是那種非常頂尖的人 那可能進來之後 會有一個挑戰 是需要找到自己的identity 因為鋼琴這個樂器 在某一方面來講還蠻孤單的 因為他就是自己一個人 在房間裡面苦練琴 你進北一大 不是只有彈鋼琴 你還有好多 將來還可以國際交流 這個當國際交換學生 他的那個管道非常多 非常的豐富 所以做鋼琴家 做音樂家 他還要做一個很優秀的人 然後將來可以貢獻這個社會 琴房的燈 他那個電流可能不是太穩定 然後呢 就是很奇怪 我是後來才發現 因為他不只會閃一閃 可是什麼時候會閃 學生彈錯的時候 或是亂彈的時候 你看 連那個凳哦 都已經聽不下去 你這樣子亂彈了 連我們的燈劇都已經敏銳到 要聽上面的音樂了 就算了 那天 就算了 那天 感谢观看